这里又是一处人烟稀少的太阳山小村子 太阳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 我们走近一点看看 很多人说这么好的石头房子 怎么都没人住 原因咱们也说过很多次 冬季用水啊 山洪啊 最主要的是孩子的教育 还有老人的医疗 多不多一个解决 这个小村子挺大的 因为能看到上面很多层啊 风景是特别好 这里有水 有山 有水 有路 有电 看到啊 这里公路修得特别好 对面那车 看到呢 对面就过来了一辆车 几辆车呢 下面就是一条河 河还算非常大 可以想象以前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们肯定是很幸福啊 谁不够吃的话 这里还有 还自己打的有景 每一条这个小石道都能通向另一家园 你看 从河里 从河里这个地方也能上来 我本来是想走那里的 很凉快啊 村子里面是很凉快的 这里的海外也比较高 等一千多米了 但是后面还是那么高的山 这个村子着实不错 看这些闲话中心 现在空无一人 门窗 有的秀 有的坏 有的塌 上面应该有人住 我们走过去看看呗 今天走到这个村子比较多啊 因为几个朋友在一块 也是人家给介绍的这些村子 我们呢 就当是游玩 边逛村子 边看风景 边给大家拍一些视频 由于信号不好 所以说直播的话 今天可能直播的时间比较短 给大家看看 看好像深处这些风景 看看后边这些山 林州特有的石板房 走吧 在这样的小村子里面 真的今天是出奇的 无论是走路 还是我吃饭 出汗就特别少 只有吃饭的时候 因为饭是热的 出了一点汗 其他时间一滴汗都没出 这个空气真的是 太新鲜了 这里的风吹起来的 也是凉的 村子果然是非常的大 这里是河南安阳林州 水段 这个村子叫水段啊 村子的那边是开发过的 也不算开发吧 就是留了几户原来的人家 人家在这里做的农家乐 看看 这里也能上去 然后我们先往村子的东边走 一下走过去 咦 它这是什么玩意儿 跟床一样 你们这有知道了吗 哦 我知道了 这个它应该是到这个春季收获 什么农村种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把这个拿起来是支起来 当一个跟晾衣架一样的一个东西 应该是这样吧 应该是的 到处也能看出人的 哦 有有有 这会有人 哇 这个人家的这个木雕还挺好看的 你看在转角处总能遇到一些美好 来 先再欣赏一下古剑的木雕 这种也不多见 也是双层的啊 镂空双层的 不知道有人没碰个运气 人家应该在午休吧 门口没有坐人 哦 内部是这样的 肯定是有人的啊 现在 走吧 不打扰人家的 前面应该是能上去 山楂树 这里的杏树 山楂树 梨树非常非常的多 来太行山 只要你赶的季节也好 就是你赶到丰收的季节 比如说五月份的杏 还有六月份的桃子 只要你赶的巧 你从五月份开始 就能一直吃这些野果子 走吧 我们从这里上去 今天在山里摘了点野杏 就那个山杏了 特别小 但吃起来酸甜 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村子的 另外一层了 上面还有 那视频可能是比较长了 我们就拍到这里吧 从这里走下去就行了 吃饭了没 阿姨 吃了 吃了 这走不下去吧 走不下去是吧 好好好 阿姨正在吃饭 吃点面条 那行 在这里烧的柴火饭 这环境太好了 背靠大山 面对小溪 这上面这是沙梨吧 是沙梨吗 沙梨是吧 你们都见过梨 你们见过沙梨吗 不知道你们能看清不能看清 这上面接着梨 上面有一层就跟摸起来就跟磨砂的那种感觉啊 好 这个视频啊又又又快录六七分钟了 再看一下风景啊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最后再加几句在水段村的附近 有一个水段村的一个老爷爷在这里开凿了一个人工的观景平台 非常非常的壮观 我们来可以在这里观赏一下 就可以来来这里看一下这个老爷爷 这是一个大岩石 他就把这里自己开凿了一下 那下来了就成为我们很多人 自驾游啊或者是旅游来这里观看这个瀑布 对面这个里面是有瀑布的 能看清吗 山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周围的环境 凤凰观景台 老爷爷就在这个 男的话可以来这里打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壮观 太行山的美景净收眼底 一边就在这边 在这边的观景台中 刚才的标准 尤其是 那么大人就在这边 我看了 你说得 Titanic 你看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